秋佛林他問說 有關的我們巨峰葡萄 現在是當時的旗艦 但是旗艦效果比較不夠 因為已經算是挺身了 現在就是八片效果 配一創果 果粒不大 算是當時也有比較慢 所以他想要請問阿伯老師 這些問題該怎麼處理 這就是我們一般讀到的這種 就是一個叫做業果筆 簡單來講就是這個蝦子 加到他的一個個性的 他也有一個實動的一種 這個比例 就是說太多蝦子太多 就浪費養分 如果太多有可能 他就大一點不起來 所以我們一般通常會去 特別去重視 去重視就是這個 他的這個業果筆 那麼以這個巨峰葡萄來講 巨峰 巨峰葡萄來講 那麼應該是差不多 15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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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我記得是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為什麼要不要跟你講 其實我在看這些資料 因為去學種葡萄 去耳精葡萄的時候 就比較在意 所以有一些收集 大概因為你也能去參考 有就是說差不多 他就是這款的一個這個這個過程 所以那麼所以大概 我們這個業果筆 就是說每一個串型 不過大串小串有差 譬如說你若是樓比較大 那麼大概還是有這個 那個業果筆 你說我煎比較小 煎比較小 有可能會有一點這個差距 所以大概是這款的一個 所以我 我記得大概是15到18的樣子 就是如果有記錯的話 我們好朋友給我拿刷一下 那麼相對就是說 在這個數字上 就是要有一個 我要說的意思就是說 他有一個適當的這個業果筆 這個業果筆一般就是 要差不多在這個15到18 這個拼蝦子 然後配這個 配一串 配一串這款的 這不一定是有 就是大概 假設你的蝦子 這個業面積指數比較正常 還是說它的 光合作用效率比較好 還是什麼樣 那麼應該 這都是參考日本的這個 就是有一些數字嘛 所以大概是 這樣的一個一個情況 那麼有一種公反 譬如說像我們在做這個 陽光玫瑰 做這個色香葡萄的時候 那麼大概每一歲 每一歲 這個例數 大概就是50 不能超過54 就是不要超過54顆 那麼 在這個蝦子裡面 那麼 在這種情形之下 大概要 陽光玫瑰那個 色香葡萄的蝦子比較大蝦 所以通常 他要有一個這個 就是每一串的 你如果有是大概 需要到15片葉子 我是按照這個標準 去做 之前是做到18片 有先輩跟阿波阿公 就是這個 日本的一個老先生去看 他說 你這個葉子 這麼漂亮 這麼大片 應該是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 你應該可以 比較少一層 不要緊 但是巨峰大概 我們如果是依 每一個果稅 大概在30粒左右的時候 有人在說 就是說 一顆普得 三顆普得 這個三顆葡萄兩片葉 這個東西 三顆葡萄兩片葉 什麼叫做 三顆葡萄兩片葉 譬如說 你如果是 你這歲裡面有30粒 你這歲普得有30粒 那你大概三顆葡萄 兩片葉 所以你要有20片葉 大概是這樣子 我是沒那麼算準 所以 我以前記的就是15到18 每一串大概就是15到18 這 之前去學的時候 當然他就說 不用 這色香葡萄 因為他的葉子比較大 他說 對 所以有時候 這個盡信書不如無書 就是說 我們讀書的時候 要活用 活學活用 所以這大概 我是讓你知道 大概是這個樣子 因為這種葉子 如果不夠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是要增加 葉面積的 這個 葉面積指數 那麼 要怎麼增加 葉面積指數 那葉子大肥 你大肥就是要有適當的蛋肥 你有適當的蛋肥 你的葉子比較大肥 但是它的光合作用效率 是不是這樣提高 所以 它你現在開始在當色 所以因為這個挺心 你八片 八葉配一串國 這個壓力很大 我個人認為說這壓力很大 所以 但是你算的 和我算的 我看起來 你這個不只八片 配一串國 所以 應該還可以 但是 好像是葉子 不過那個葉子 就是說 在這時候來說 我是建議 你就是 提高 怎麼去提高 光合作用效率 這可能是你現在 要去做的這個工作 第一 提高光合作用效率 第二 整個葉子 對著這個病害的控性 因為我覺得這個葉子 改成 有一點還是 稍微有點擔保 這是不是因為 日常各種的關係 所以 現在可能在這個中間 那麼 你可以利用 這個葉子 就是我建議 那麼 用這個N9 那麼N9要配什麼東西 N9配加量 那麼 這個東西 就是你要這兩項東西 做下去 輸用 那麼用N9的目的就是 提高光合作用效率 提高光合作用效率 那麼 這個 用加量的這個目的 加量這個東西 這是這個 就是 它是一個 這個 簡單說 反正 它就是 橄欖酸的 這個 甜菜鹼 那這種東西 它是在植物裡面 很多 這種荷爾蒙的 這個 前期物質 所以 你來 配合來 大概 這不用一直用 就是 它起來 甚至 顏色 或是 最主要就是 你一定要用N9 提高光合作用效率 我們要配一下 但是 你如果 拼材油的時候 你都 一定要 一定要處理 拼材油你就處理 最少要四次 用這個 比較少 就是這個 葉果比 有一點點 這個比較不高 有的說 我 我把他這個 普德 把他提早加掉 這個 一般 通常是 比較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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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說 你瞬間看 還是 適當的 還是 天氣好 比如說 陽光腦膏 大概其實還可以 可以 他要 做得過 因為這樣起來 就是 利用 這個 N9提高光合作用效率 利用 加量 轉色 色澤 咬水 大起來 最主要 就是說 它有這個 天然細胞分類素 的 這種 半成品 可以 去 果實 成長的 這個規定 裡面 可以 適當的 一個支持 有的說 我就整個轉 這個 三十多就好了 不是比較大顆 你如果開了那時候 轉三十多 它調到調到比較下 它現在你再把轉 效果沒有那麼明顯 這 比較不建議 有的說 不過那個轉會大 因為我們都希望 它轉會大 那轉會大 有時候 你如果是 光合作用效率不夠的時候 那種普德會大 但是會軟軟 它很會 滑的 粉粗粒 這絕對不能 不要開玩笑 所以 很多人在這個 買機在轉 這個 博士師 我就不知道它在轉 這轉到買 軟軟 它會變軟 不是要有潤滴 要有潤滴 要有什麼東西 就是要加量 它的滴頭 你看到大陸 色香葡萄 大陸叫陽光玫瑰 其實日本的葡萄 只要是綠色的都有噴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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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簡單跟你說就好了 因為 它的 它的地頭 那個所在 比較潤 再來就是說 它的皮 顏色 因為有的 有的葡萄沒有果粉 葡萄沒有果粉 譬如說 颶風還有果粉 影響沒有那麼大 你想有這個 陽光玫瑰 它沒有什麼果粉 但是 你如果是可以噴這個東西 它會自然也產生 一頂很少果粉 應該也會剩果粉 但是它沒有像颶風那麼明顯 那頂在管頂的時候 會讓整個葡萄的細緻感 放進去就很好吃 很油耳 你如果是處理得不好吃 那整粒就緊四十 好像是塑膠的 看起來就沒有那麼可愛 所以他們 在日本 這個綠色葡萄系 只要是綠色的 不是生紫色的 他們都會用這種東西去做處理 比如說 這個妮娜女王 還是說 最近還有幾個什麼 就幾個比較出名的 色香葡萄 這種呢 它的淺色系 比較淺色系 它都會用這種東西去增加它的亮度 這個我們颶風 因為紫色 那麼 比較不那麼明顯 但是最主要是 要讓它穩定結果 然後轉色比較好 我們的目的是要這樣 它看不出來 亮度的一個差別 但是 應該是有的 所以 你可以趕快按照 來做處理 那麼 依你目前 我們來用 因為那星星了 那一包你就用得下去 那麼 當你用完以後 你如果覺得今年不滿意 或者在這裡把這一句話放在這邊 你說 沒有任何的理由 東西用完了 還是用不了 都不管 你就來講 或者這個 沒有效 一點效果都沒有 我感覺不出來 那我們就把錢 退還給你 真的可以這麼大膽的 拍胸部這樣跟你說 但是你一定要配合N9 你如果只轉腰不夠 那N9最主要是 提高光合作用效率 我們希望在有限的葉片裡面 那麼這個光合作用效率 能夠去提升 那麼你大概先這樣來做處理 但是有時候真的 我們在這個修剪的這個檔中 我覺得你這有那個 一字型 有一字型的整支法 做文實一定要做這種一字型整支法 那個那個比較有性感 最重要就是說 比較可以讓那個 工讀生幫你做工作 你知道嗎 不然你自己做 做事 自己加 我看到我們很多種葡萄的 很厲害 那我想學 學不來 他的五爪金龍 要加隊要加隊要說說說 我有聽 我都有聽有懂 叫我加 沒有 加到給你 我們老師嘛 楊耀翔 吵一個陣子 叫我加 我不會加 你告訴老師我真的沒辦法加 我說 你如果我說這樣 我就加 我就不是你老師了 對 但是這個 一字型整支法 一定 你一定要下功夫 尤其你如果是一個新建的 尤其是 尤其是 尤其是我們 這個文室內裡的 這個普通 我們一定要去做這個 要去學習這個 H型 還是一字型的 這種整支方式 那麼為什麼要去學這種整支方式呢 因為這種整支方式呢 你很成功 成功的 成功的原因是 你有辦法請人幫你做 時間到 就這條線 你整這裡過 超過都把它煎掉 就煎好了 一下子就全部煎光光 你不用去做 還是說你可以 你煎完的時間 我們可以去 去病公 你如果說沒有啦 我自己做 自己做 我可以去安排 我當時要給他 分批嘛 我不要做灰瓦 我可以分批破棉 可以去做出力 採收管理的時候 可以分兩倍 在修行的時候 工作比較不會吃灰瓦 不然現在 請工那麼簡單 對吧 請到你教他的工 又如何不簡單 對吧 所以我們盡量可以去生工 所以這種的 整支修剪法 但是這個修剪法 他就是很容易 去保留到 他的一個 但是這裏有一個 我們說的這個 適當的業國比 但是這裏有一個 很重要的 就是說 不可以過度去 去追 一種 在那個時間 我們要做很多工作 我們在破棉 這個打破休眠 這段時間 我們要做很多 這個工作 不可以讓他一個 爆牙 整個控制不掉 這樣就很容易去做 其實葡萄很好玩 我現在怎麼做 我覺得 就覺得這個挺好玩的 而且這個 我也開始 發展一種 這很好教 但是那也要學 明明我覺得已經 已經把它很簡單化 但是就有人不太那個 其實有好朋友 你如果想要做這個工作 其實 假設你要去投入想明年 這兩年想種葡萄 你真的可以花一點點小錢 當然不是整理台灣 整理會問 但是這個地方 絕對可以給你看 不然會跟你說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你可以怎樣做 你看過了以後 你就有帶 你在做這個東西 就花一點錢 先去擦擦擦 這也沒什麼不好 當然最好就是到時候 有普通的時候 去吃 眼見為憑 吃了才知道 有吃過之後你就知道說 不寶妹就知道 我有吃過 對啊 其實還不錯 葡萄其實不簡單 但是這個 怎麼樣去配合一個適當的枝條 這就是我們 我們心裡要有茶 一年做不好沒關係 這個東西 但是因為 不然運氣比較好 就是說我採出去的第一步的時候 就遇到一個好的老師 就是說我要出去的時候 當然我自己就做了很多準備 所以採出去的時候 就遇到 那老師也很好 雖然 言語不通 現在都拿手機 跟他說 老師 要用講的 他就變一句 我現在就跟他用講的 我就看 他在翻譯的時候 八九不離十 但是有幾個名詞的時候 我們慢慢就知道 花芽分化 所以 我現在就把印象最親的一句 就是 阿 阿 阿 我如果說這句話 這四字 我說得很準 其實我不懂日文 五十字 我也不懂 但是就是說 那一個誠意 我們有去準備 有去 運氣也很好 他也很會說 他就很簡單 因為他當初就是 這種 一種 醫治性的整治業 他拿了很多的資料 給我看 我看不到日記 我剛才看得到 英文說可以查字典 但是現在很方便 只要你想要學 都很方便 資料在那裡 你用手機拍照 他就 日語的轉中文 你大概看就 看得到 對不對 我們看不到 我們再問人 這樣子再學習就很快 好 那麼葡萄呢 是一個值得在台灣 嘗試去種植的 這個這個東西 不是說 如果去鼓勵 你一定要去種這個東西 就是說 我是覺得說 他 在台灣 要有一定的那個市場 嘛 因為先 你若是 種靠的 你又如何 你日本來韓國來 總是要運氣了 我們在台灣 我們種的起來了 我們不用說 比它更好嘛 我們如果 平好的時候 我們 我們賣差不多 賣多少錢 那整天都會偷笑 那 依然 你若是 不要說什麼 你若說像瑟香葡萄那種 不要說賣日本的那種價格 那賣韓國的那種價格 那整天都會笑 每天都會笑著睡著 笑著醒過來 這人生多美好 是不是這樣 所以 所以 但是他要去學 因為在不一樣的 這個環境裡面 那麼 他有那個 對葡萄的 我們台灣對葡萄的這個研究 林家興老師 他們 就是已經 航下 這個 堅實的基礎 因為 這個瑟香葡萄 它是短低溫 它跟颶風一樣 所以 你颶風哪有效果 這個瑟香葡萄就有效果 但是瑟香葡萄 要做的 就是 它熱量的時候 要遮音 它這種東西 不能曬太陽 太大了 它倒不掉 它沒什麼 不是叫你去種瑟香葡萄 這是說 剛才說到這個 葉果比 這是我們在葡萄的一個 這個 生中 那麼薪燒生長量 這含他的這個 有一篇這個文章 你一定要去看 這個大概一定要去研究 把它看透 那麼這個是19 我記得是 我讀大學的時候 就 這科技科技 這 我們現在很多都會從日本裡面 它這個叫做 葡萄新燒生長量 對 佐果與果實品質之影響 林佳星老師 張林仁老師 台中區農業改良廠 那麼 這是一個 這個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他們做這個試驗 改成很簡單 但是這些飼料 真的這個東西 就是質地有生 有時候我會覺得說 他們這些人 真的是 他們怎麼那麼厲害 那麼厲害 1988年的時候 就是我還在讀大學的時候 人們就一定 就把這些東西 這麼詳細 對台灣的一個 所以我們台灣的這個 普特的研究 在世界上有 有我們的這個 亞熱帶地區葡萄的這個特色 所以你 把這些飼料 最小去看 去了解到它的精髓 不要聽人家別說 包括我有時候 沒辦法跟你說 我也有可能說不對 是不是這樣 雖然我不是故意的 但是我也有可能 說老高期 是怎樣 我的意思是怎樣 就是說我們認真去把這些 你看起來好像是很舊的資料 但是這個想 我們今天所有的一個成就 都是那個舊資料 航廈的基礎 那個基礎 人那時候就趴在那個地方 所以值得去討論 你給它看一看 要對自己更有信心 我覺得我們自己的好朋友 你這個葡萄園是我喜歡的 就是說那種 那種模式 不是雲裡物裡的一種 那麼這個是有機會的 就是說 目前看起來 這個很重要 什麼叫做很重要 如何提高光額作用效率 因為現在現主席就是這樣 要怎麼提高光額作用效率 N9 然後配合一點這個 這個加量 那麼可以讓它 安全的這個度過 這是我們現在的最重要的 這個工作 雖然說業國比有可能比較不夠 這個效果比較少 但是我們要把光額作用效率提高 應該呢 效果還會補一點回來 所以我覺得有這個機會 你說叫你加掉的不現實 那個是很不現實的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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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